各位观众你们好啊 唐山打人案呢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可是现在呢主兄呢还没复法啊 是吧而且呢这个案件呢也转交异地办理了 转交给谁了呢 转交给河北廊坊的广阳分局在具体的处理这件事 由于呢唐山的这个新调来的警察局长 以前是在廊坊广阳分局啊这个调任唐山的 是吧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广阳分局的办案机关 出现风吹草动这些关心着唐山打人案的 这些吃瓜群众都新呢啊都悬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诸位 异地办案的廊坊广阳分局的一个民警 跑到网上实名举报廊坊当地的司法局的 鉴定中心的领导了 我的天哪这个新闻一出 这些对唐山打人案念念不忘的这些吃瓜群众 这颗心呢算是悬起来了 哦你想啊 办唐山打人案的机关里的民警都无奈跑到网上去举报 而且举报的这地儿是专门对办案有着重要的 十分关键的证据鉴定的这个司法局的鉴定中心 那唐山打人案在那儿办还有好吗诸位 哎呀所以这事呢 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这个主犯唐山打人案的陈继志还没有服法 是吧 又出了这么个八种事 这是正式办此案的狼房广阳分局的一个民警 大家好 我是狼房市公安局广阳分局民警王彦辉 现在实名举报 狼房市爱德堡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法医马世昌 罔顾事实篡改结果 违法鉴定 你拿到对犯罪分子的保护 法律是一架天平 现在砝码烂了 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欢迎大家积极转发我的视频 以便让河北省司法厅司法部领导看到 及时与我联系 我将及时的如实的提交所有证据 谢谢大家 这事一出啊诸位 大家好 立刻就上了中国的热搜 群众们都说 这笔纪为管用 据央视新闻 近日 狼房市公安局广阳分局民警王某辉 在网上实名举报 狼房爱德堡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主任 马某昌 狼房市广阳区司法局第一时间向王某辉了解情况 据王某辉反应 2002年6月8日晚 王某辉在执行时对一辆大货车进行盘查 开车司机谷某来拒绝检查 驾车逃逸 致王某辉被货车拧压受伤 2021年1月24日 谷某来被公安机关抓获 2021年4月2日 狼房爱德堡司法医学鉴定中心 初具鉴定意见 王某辉伤情为重杀二级 一处 轻伤一级二处 王某辉对该鉴定意见提出意义 2021年8月19日 经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 王某辉伤情为重杀二级四处 轻伤二级二处 目前狼房市广阳区司法局 已对王某辉反应的问题展开调查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部门 将依法依规对司法鉴定机构加强监管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作进行监督 各位啊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点啊 一个关键点呢 是这位民警啊 他是在进行执勤的时候 被一个大货车逃逸的大货车司机给压伤了 关键是 2002年的6月8号 出的这个事 到2021年的4 1月24号 这个逃逸的大货车司机才被抓获 这中间经历了19年 我不知道根据这个啊 对根据中国的司法规定吧 反正是有追溯期 但是这已经19年了啊 当然啊 这个逃逸这个事只要是 我想应该是只要是司法机关在不停的啊 在这个追击 那就应该有一个持续性 司法上有个持续性 那就没有追溯期的这一说 是吧 反正是过了19年 才把这司机给逮着 那这位民警有什么冤屈啊 是这样啊 这个逮着以后啊 2021年的4月2号啊 廊坊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呢 出具了一个鉴定意见 说这个民警啊 伤情啊 为重伤二级一处 轻伤一级两处 就说这意思啊 就是这个王某辉 就这个民警觉得呢 自己伤的更重啊 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呢 给出的这个鉴定结果过轻 因为这影响到赔偿的问题 和对对方的量刑的问题啊 所以这司法鉴定这里边 这个如果有腐败的话 那对这个整个案件的啊 这种这个公正的判决 有巨大的颠覆性的影响啊 你想想 为什么现在唐山打人案的 一些吃瓜群众 这心都悬起来了 这个案子异地办案了 跑到廊房了 如果这个司法鉴定中心的 这个主任 这位啊 要贪赃王法 这些唐山打人案的 这些家属如果集体送钱 那唐山打人案的 这伤情鉴定 是吧 当然了 这伤情鉴定 现在已经鉴定出来了 已经鉴定出来了 但是你也 你也不排除说这办案的 这个司法程序中间 需要重新鉴定的这一说啊 所以这些吃瓜群众的心都悬起来了 那这个鉴定过轻啊 这个民警认为鉴定过轻 他呢 自己呢 找了这个法大 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 鉴定 他自己去找的啊 他这个伤情呢 为重伤二级四处 重伤二级四处和一处 这可差了四倍啊 轻伤二级四处啊 轻伤二级两处 这个倒是 你看 他是轻伤一级 他说的是啊 但是呢 人家可以鉴定出来轻伤二级 就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司法鉴定员 这个所的这个主任 整体的把他的伤情 给鉴定 轻了很多很多啊 那位说了 这里边 当然了嘛 这个货肯定是 收了 这个 就是逃跑的司机的钱了吧 因为 如果鉴定的轻点 那司机少赔点 坐牢呢 也是 少坐好多啊 这个事儿 成了中国的微博热搜之后 马上 廊坊广阳区司法局啊 已经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了 这一调查 那你这没说啊 这一调查的话 没得说了 诸位 这个司法 鉴定所的所长 在这里边 不知道这些年 贪了多少钱呢 恐怕又是一个巨贪 你说 廊坊 这些司法机关 又出了这么大一丑闻 唐山案交到廊坊 公安分局去办去了 这吃瓜群众心里边 能不忐忑吗 希望 唐山打人案 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吧 哎呀 这些事儿啊 那对中国的这个 河北司法机关的 这个形象啊 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啊 诸位 好 谢谢大家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 收到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